台拳道 台拳道源自韩国 在韩文中 台是指用脚攻击、扎马步等 拳就是用手攻击 而道就是代表练武者的心灵修养 名副其实是一种拳打脚踢的艺术 台拳道在韩国是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它的初形可以追溯到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一种智慧术 来到现代由台拳道支付发扬光大 再由武术演变成竞技运动走向世界 最终在2000年正式成为奥运的比赛项目 台拳道的奥运赛事着重踢击 因此有练手三分练腿七分之说 运动员着的护甲和头盔都有电子感应 用脚踢中对方会比用手得到多点分数 如果是用后船踢这类高难度动作 得分就会更加高天